所長真的有味道文書嗎 所長真的有跟蘭道聯絡嗎 在眼鏡穿黑色上衣男子面的鏡頭部 發一語被送往社林地檢署附訊 他近視台北市大同分局 寧夏派出所夜姓所長 三號上午遭搜索約談 因為他被發現和證明嫌犯 關係密切 上面還有人嗎 上面還有人支持嗎 台版柬埔在首腦 蘭道在新北市被逮捕後 檢警追查卻意味發現 北市大同分局的夜姓派出所所長 不只和他有密切聯繫 還疑似把個資等不該給的資料 傳給詐騙集團 涉及衛造文書和泄密罪 監禁指揮搜索 將所長帶回 曾曝光在不少新聞版面 涉案所長過去在大同分局任職 兩年多會跟詐團收腦蘭道認識 檢調查出就是因為蘭道 曾在他的轄區餐廳當廚師 所長經常光顧因此熟視 但疑似被對方設計 提供不該給的資料 直到蘭道落網 他才驚覺事情大條 但所長沒有向督察組 或正風系統回報 直到蘭道手機被破解 才查出兩人有密切聯繫 台版柬埔寨案 燒出案外案 涉案所長簡稱純粹 幫朋友查資料 和蘭道捷沒有對價關係 或收取不正當利益 但檢察官仍就申請羈押 要查清究竟是不是 黑白勾結 記者陳正茂 黃玉蘭 S&G小組 台北報導 環境 很熟拍攝